台九县关山月梅段14号发生一起离奇车祸 一名50岁的秋信妇人因为不明原因 骑乘机车自撞路边护栏后 整个人摔落约5公尺的桥下到田旁 警销货报后急忙赶往救援 所幸妇人的意识清楚而且生命迹象稳定 而整个车祸事故发生原因 则有待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救护人员获报后立即赶至车祸发生的地点 并在桥下稻田旁的杂草堆里 发现了坠桥的妇人赶紧将他包扎送医治疗 据了解这起车祸坠桥事故 发生在今日上午10点多左右 一名妇人骑乘机车 行经台九县320公里处月梅路桥时 因不明原因自撞护栏后 整个人喷飞翻越护栏 坠落5米深的桥下 而警销人员获报后 立即赶紧现场 并将妇人送医治疗 本14日10时左右 在台九线320.5K月梅路桥上 发生一起机车致状互烂的交通事故 机车驾驶人邱姓女子 因不明原因致状月梅路桥后 跌落约5公尺处杂草堆 所幸送医急救 求女意识清楚且无生命危险 请手脚颈部部分挫伤 该起交通事故正由本分局深入调查中 所幸该迷父人紧受轻伤且意识清楚 被救护人员送往关山慈祭医院进行救治 而在经过医院诊疗后 紧手脚以及颈部部分插错伤 而目前警方也将持续对车祸发生的原因 进行深入的调查 记者陈吉林关山正报导